看看新闻吧 宋问飞走了 很年轻很漂亮 一路走好 吕浩哲透露说 自己之前并不知道 宋问飞罹患绝症 而他离世的消息 还是宋问飞生前的好友 张灵芝告诉他的 我通过那张灵芝 他先给我发了一信息 然后他就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我的 比较震惊吧 然后不太能相信吧 因为他突然了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 他那个得病了 因为到时候 我正在拍起 他先告诉我 说他走了 不知道他先给我发信息 他们去电话的时候 他没说原因 我就不知道 他什么是不是意外 我原来以为 他是意外什么的 宋问飞生前的好友 张灵芝也难掩自己的痛苦 张灵芝通过微博表示 其实去年7月 他与丈夫陈龙结婚时 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 宋问飞还前来参加婚礼 从两人的合影上看 闺蜜相见十分开心 宋问飞当时 对自己战胜病魔充满信心 林辰得知的消息 直至现在都难以平静 去年你还专程来上海 参加我的婚礼 那天你还微笑着说 会加油战胜病魔 说好带儿子去给你看的 这一切太快了 问飞走好 已经没有痛苦了 消息传出后 宋问飞的圈内好友 也纷纷通过微博 表达了对好友的追思 不敢相信 你用我无法想象的乐观 积极心态去面对病痛 不敢相信癌症 会夺走你的生命 没想到去年 是最后一次见面 一路走好 难以置信 一路走好 宋问飞出生于1985年 今年只有27岁 这个自小学习芭蕾的女孩 原本在广州 一边跳舞 一边做兼职模特 生活顺利 工作稳定 在身旁人的鼓励下 宋问飞决定 北上重生演艺圈 成为了北漂一族 尽管出道北京的 几年生活并不容易 但北漂的几年心酸 却让它更加沉淀 在试镜海言剧《舞者》时 宋问飞全部爆发 成功获得了 这个难得的演出机会 同时也认识了 同剧演员 吕浩哲和张宁志二人 并成为了好朋友 我们还在想办法 连我都找了一家公司去上班 多少也能挣点钱吧 此后 宋问飞参演了电视剧 《在那遥远的地方》 《摘星之旅》等 并和知名演员 李佑冰 林峰等人都有过合作 事业蒸蒸日上 此外 在2008年 东方卫视武林大会中 宋问飞也曾经展现了 自己曼妙的舞姿 当时因为有一个动作 没有完成到位 宋问飞在舞蹈一结束 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当时几位舞蹈评审 都对宋问飞的表现 感到有些失望 由于过于紧张 宋问飞未能在舞台上 发挥出比排练更好的状态 十分遗憾 听到这样的评价 宋问飞又自责又难过 其实我 因为可能我没有听音乐 其实从头到尾 我一直很紧张 因为我的时间 非常不够重运 但是 但是 公司还是对我很好 给了我 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我会 下次的 我会做的 以后我肯定会做的更好 当时 节目组还特意 邀请到了她的母亲 当时看到自己的女儿 在时隔五年后 能够再次 垫起脚筋起舞 宋问飞的母亲 也难掩内心的激动 她呢 是一个很 懂事 很孝顺的孩子 哎呀 我激动了 我听说那个 我们的小美女 在北京打拼啊 有一段时间 其实特别不顺利 希望她的 差时都早过 以她的年过 她还小 希望她好好休息 天天唱歌 谁也没有想到 当时对舞蹈表演 精益求精的宋问飞 居然在几年后 罹患了重病 好友吕浩哲透露 其实私下里 宋问飞性格十分开朗 她骤然理事的消息 让她十分震惊 因为宋问飞 一点都没有向她 透露过得病的消息 而吕浩哲 在和她的交谈中 也感受不到 病人般的低落情绪 完全没有察觉出异样 根据宋问飞的微博 我们推测 她去年三月 曾经陪同自己的朋友 前往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看病 顺便检查了身体 极有可能在那时 发现了病灶 有人说 这是北京乃至中国 看肿瘤最好的医院 是这样的吗 来看望一个朋友 顺便检查下身体 工作生活压力大 越来越担心自己的身体 这两年 看着身边 两个年纪三十不到的朋友 因为得了癌症 相继离开了人世 然而性格要强的宋问飞 却没有就此停下 自己奋斗的脚步 据宋问飞的经纪人介绍 当时查出病情后 其实还有治疗的机会 但是当时她执意 要去拍摄一部都市剧 这才耽误了病情的治疗 但接受了手术和治疗后 宋问飞的病情 曾一度受到了控制 因此得知她 突然离世的消息 经纪人也简直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而宋问飞的家人 也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 不是说经过两次化疗和手术 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吗 怎么会 问飞 你的电话还通着 只是无人接听 上周我们还通电话 说广告代言 和后面电影的事情 这一切是真的吗 我不敢相信 有段时间了 这个是电发的比较突然 因为之前已经说 都控制住了 已经可以出院回家学养了 出院一段时间以后 出院电发了 但她家里人的情况 是怎么样 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家里人真是比较悲痛 这个也不方便接受访问 娱乐新年地 余晓琳言斯达综合报道 广告代言斯达统合